在上一条影片我们看了如何在python做一些比较 以及用boolean这个datatype 在这一条影片我们就会看看如何用这两样东西去做一些判断或者做一些decision making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我们经常会做很多判断 例如我们每天出门口之前我们都会看看外面的天气 如果外面是下雨的我们就会戴傘 又或者如果外面是很猛太阳的我们就会戴太阳眼镜 很多时候我们写program的时候就是想电脑帮我们去做一些判断 最近香港是夏天经常打风 那不如我们现在试试用python写一个简单的program做一个判断 就是判断一下多少号风扣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首先我们要考虑一下在我们这个判断里面有什么不同的情境 在香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三号和八号风扣 三号风扣的时候其实我们都需要上班上学的 但是在八号风扣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上班或者上学了 现在我们经常都会说work from home 那我们就当八号风扣的时候我们就要留在家做事就不出街了 好了那我们回到我们python这个版面吧 那留意我们今次就不会用右边这个console去打我们的python program的 那因为今次我们写这个program就会比我们之前做的事情是会复杂点 我们需要多写一些code 那所以我们就会今次用这个editor 左边这个editor去写我们的program的 那首先我们就开一个新的variable 叫做typhoon 那就是我们记住究竟现在的风扣是多少 那你会发觉今次我们如果按enter或者return的时候 这句typhoon等元3是不会立即执行的 而我们是需要按这个run的按键 才会执行这句typhoon等元3 接着我们就会看到它在variable explorer那里 就开了一个新的variable出来了 那记得早一点点的时候我就说今次我们会写一个比较复杂的python program 那而在editor里面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个东西了 因为我们可以写多个一行的python code 然后呢 我们去按run这个按键 才会将几行的python code一起去run它 然后我们就试试打iftyphoon等于等于3 记住等于等于的意思就是说究竟typhoon是不是等于3 好了那我们接着加一个colon在后面 然后按enter 下一行呢我们就要打print go to office full stop 那留意在print之前呢 我们是会有几个空格的 那其实python呢就会自动帮我们去弄了几个空格出来的 好了那我们再按按enter去下一行呢 那我们都会有一个空格的 那我们按按backspace回到开始那里先 那接着呢我们就打下一个的情况就是elseiftyphoon等于8号colon 然后再打print就是work from home 那我们就成功地写了我们第一个ifelseif的statement 那就是去判断3号或者8号宫求我们要做些什么了 那我们试试按run这个按键 那你就会见到呢在console那里就会打了go to office 那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我们typhoon那个variable呢就是3 那所以呢它就会执行了第一个scenario 就是会print回go to office 那现在我们将那个variable改了做8 那然后我们再试试run一次 那你会见到呢console那里就会出了work from home 那正正因为typhoon等于8 那第二个case就会被执行了 那就会print work from home 那香港呢除了3号或者8号封销之外呢 我们还会有10号封销的 那10号封销呢我们都是work from home 那我们呢就可以在typhoon等于8的一句里面呢 再加多一个condition 那我们就可以打or typhoon等于等于10号 那现在在第二个case里面呢如果其中一个condition是成立的话呢 它都会print work from home出来的 那现在我们将typhoon这个variable转了10 再run一次那会见到呢work from home就print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呢试下做一些再复杂一点的判断了 那其实根据几多号封销去判断我们做些什么呢 都好在乎于我们身处在什么地方的 那我们so far写了那两个case呢 其实都假设我们是没上班上学还在家的 好了那但是如果我们已经上班或者上学的 打三号封销的 那我们当然就要继续留在office或者留在学校那里 继续上班上学吧 那但是如果我们是已经上班上学的 那而又打八号封销的 基于安全的理由呢 我们其实都是会留在学校或者是office 那直至安全的情况之下呢才会回家的 那我们回到python的摆面那里 那我们现在就加到一个variable 叫做location 那就将它assign一个叫home的string在里面 跟着呢我们首先移除了 我们之前的一个tifon等于10的condition 那好了那我们用回同一种方法 我们这次试下加一个andlocation 等于等于home在第一个case那里 就是三号封销的case那里 然后呢我们再加到一个case 就是else if tifoon等于3 andlocation等于等于office 那当然这个case就是三号封销 我们已经在office的 那所以我们就print stay at office 就留在office那里 那同样啦 我们在八号封销的case那里 再加到一个condition 就是location等于等于home 那然后呢 我们再加到一个case 就是else if tifoon等于等于8 andlocation等于等于office的时候呢 就是八号封销 我们又是office啦 那你就要怎么做呢 就是print stay at office return home when save 好那我们现在试下把tifoon这个variable 变成八啦 那接着把location 由home变成office 那我们再试下run一次我们的program 那我们就会看到那个output 在console那边就会print stay at office return home when safe 那就是我们最后第四个的case啦 那暂时呢我们的python program呢 就可以处理三号或者八号风球啦 那但是如果我们打另外一些风球的级数下去 譬如我们打20号风球 那会怎样呢 那当我们试下run那个program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在console那里就没有任何的output 那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if和else if那里 其实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除了三号或者八号风球以外 我们要怎样做处理啦 那在这个情况呢 我们可以试下加一句else colon 跟着打print unknown situation 那基本上这个else呢 就是说当以上所有if或者else if的情况都不符合的时候呢 它就会印这一句出来了 那所以你看到如果我们要进入了20号风球 那它就会出一个unknown situation出来了 那最后呢我想介绍一个叫做code block的概念 那如果我把台风变回3号 然后location变回home 而我想那个output不单止只是一句go to office那么简单 我想加多一句下去就是说print take an umbrella 带着出街 那你会看到呢 这两个print statement呢 其实它们前面呢都会有空格的 那而它们其实是对齐了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两个print statement呢 我们说它们是在同一个code block里面 那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当台风等于3号 和location等于home 这两个condition都能复到的时候呢 那我们那个两行的code block 都会运行 那所以就会print了两行的字出来了 我这两个字出来了 仔细的时间 我这三个字的病人 没有人我们现在是在那一头的 我们现在还是在那里面 并且遵用了一两个字 你们现在是在那里面 结束了一句 我们在这三个字一的时候 能复得更多一点